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跟大家做一下 一个主题的一个大概概念的分享 叫做组成细胞的分子 这个主题其实在国中有学过 就是构成细胞的 我们在国中学到六大营养素 就是什么水啦 蛋白质 糖类 脂质 维生素 矿物质 要我少了什么 好那其实除了这六个之外 水 矿物质 维生素 糖类 脂质 蛋白质 对总共六种 到了高中呢 除了原来这六种构成细胞的分子 我们会记得这六大营养素之外 又多了第七种 所以事实上营养素有七大类营养素 多了谁呢 多了核酸 就是DNA跟RNA这类分子 好所以构成细胞的分子 目前有七大类了 就是水 矿物质 这两种是无机物 水分 水是无机物 矿物质是无机物 好那这剩下的五种都是有机物 包含了糖类 包含了脂质 包含了蛋白质 包含了核酸 包含了维生素 总共五大类 好那我们很快的把这七大类分子 它大概有哪些性质 很简单的把重要观念交代完 因为到了高一 这七大分子都会重新的把它的重要观念交给各位的 所以今天我们也不是上课啦 只是做那个重点提示 做概念衔接 所以把一些比较关键的概念先拿出来 那有些比较细节需要去了解的 需要去厘清的 等到各位到了高一 我们上课的时候 老师再好好跟大家介绍 好那化学课说构成我们物质的那个粒子 小一点叫做元素 那元素还有更小的 那就是化学课要讲或物理课要讲的了 好那元素呢 有机会构成分子 那分子呢 就有机会构成很大的分子 很大的分子就有机会构成我们细胞的胞气 那胞气就有机会构成细胞 细胞就有机会构成生命体了 依据细胞学说 生命体是由细胞及其野生物所构成的 所以生命是什么组成的呢 是由分子构成的胞气 胞气构成的细胞 细胞再组装成我们的生物个体 好那我们先从最低最小的元素开始讲 元素就是你们周期表看到的那些元素嘛 那元素当中呢 如果以它的重量百分比 从最高排到最低 构成生物体最多的元素是谁呢 好是羊 大家有说我们不是碳基生物吗 有几乎都喊碳啊 为什么不是碳第一名呢 好而是氧第一名呢 大家要知道我们身上有很多的水 那水就没有碳啊 水是无机物 它不含碳啊 所以氧是第一名 那碳第二名 然后再来是氢 再来是氮 好这是前四名 氧碳氢氮氮 OCHN 还有其他 其他就是其他的元素 有些很少 很少就叫微量元素了 好像画面右边就把这个 我们生物体内常见的元素 从最多的 排到最低的 有这么多种 有碳氢氧 氮氧 氮氧 等等一堆的 好那这些元素呢 就会组装成比较大一点的分子 好这些分子呢 我们就称为构成细胞的七类分子 或叫做七类营养素 那营养素是针对我们这些 所谓的义影生物 像动物 我要获得一些养分 来建构我的身体 你就要获得这七类的分子 这七类的分子 就会建构你的身体 它就是形成身体的营养素 所以就把这七类分子 叫营养素了 其中两类是无极物的 水跟矿物质是无极物 好那水跟矿物质呢 叫无极物 那有极物呢 有糖类 蛋白质 脂质 核酸 维生素 好那国中 已经有跟大家介绍过 有极物的定义嘛 就是含碳元素 但是不包含 含碳元素的分子 但是不包含以下的物质 比如说二氧化碳 碳酸 或碳酸盐 还有谁呢 还有氢化物 好 这些都叫做含碳 却不是有极物 好 那今天先讲第一个观念 有极物跟无极物 这个观念是什么 这个观念很像是化学会提到的 但是说到底 有极无极物的观念 还是跟生物有关的 因为早期认为 生物体是 你身上的物质 再加上了灵魂 或叫精神力量 或叫什么三魂七魄 七魂六魄 不管你怎么讲 就是生物 我们生物体跟石头 最大的差别 我们带着灵气 我们带着灵魂 我们带着精神力量 好 那既然生物这么复杂 带着灵魂 所以构成生命的物质 就跟一般石头 非生物的物质 不一样咯 所以有极物就是 构成生物体的物质 那有极物是构成生命的 那其他的石头 地上的尘土 那些物质是没有生命的 所以他们叫无极物 所以无极物跟有极物 最大的差别 有极物带着灵魂 可建构出生命 那无极物呢 没有灵魂 它无法形成生命 因为有极物有灵魂 它非常的复杂 而无极物没有 所以无极物是不可能 转变成有极物的 这是早期科学家的观点 那既然有些有极物 它可以构成生命体 它的结构就必须要蛮复杂的 所以我们就发现 糖类蛋白质 脂质核酸跟维生素 这些分子都颇为复杂 他们都含碳 所以我们定义上就是说 含碳的复杂分子 可建构起生命的身体 那你就是含着灵魂的 复杂的生命分子 就叫有极物 那如果你是简单的 没有灵魂的 无法建构起生命的 就叫无极物了 那科学家发现 含碳的物质 几乎都是构成生命体的物质 那为什么二氧化碳 碳酸跟氢化物不是有极物呢 主要是科学家了解 二氧化碳 碳酸跟氢化物 它们的分子结构 都太简单了 这是关键 它们的分子结构太过简单 不太可能会构成 太过于复杂的生命 早期认为生命是非常复杂的 我说我们没办法 人造出一个生命 生命太过复杂 所以这些简单的分子 怎么可能会带着灵魂 怎么可能会建构出 生命的样子呢 所以我们的定义 就会变成这样子了 就是含碳的物质 可建构起生命 可建构起生物的身体 它就是含着灵魂的有机物 像这些含碳物质 虽然它含碳 但它的结构过于简单 不可能含灵魂 也不可能建构起生命的身体 就叫它无机物了 所以我们有机物 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来源 好 在某个范围之内 然后这是水最多 那第二名是蛋白质 蛋白质是有机物 水是无机物 所以以后你会看到某些考题 其实很心机 它会问 生物体内含量最多的有机物是谁 这时候你的答案是蛋白质 因为水是无机物 但如果改成 你身体内含量最多的分子是谁 这时候就是水了 因为它 如果只看含量最多 答案是水 如果只看有机物 答案是蛋白质 因为水是无机物 好 那我们来看看水这个分子 水的比例很高 好 然后它比的大 所以可以维持体温的恒定 那水这个分子有什么好玩的点 我会建议各位在生物学读水的时候 把化学所学到的某些概念 可以拿来善用 化学课会教各位 水是一群急性分子 好 急性分子很多种 为什么水是急性分子 什么又是急性分子呢 让我这边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 水是一个氧带两个氢 OK 好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周期表中这些元素 有一些元素很喜欢电子 我们知道我们的元素 我们的原子 还有那个中子 子子 还有电子 那有些元素很喜欢抓电子 例如氧 例如佛 这些都是爱电子的 我们叫爱电子 化学课的说法叫做电负度高 他们喜欢抓电子 好 那这个氧爱抓电子 氢呢 就没有这么爱抓电子 所以当他们形成见解的时候 这今年上面都有电子在跑吧 这个电子呢 就会比较靠近氧这一边 比较靠近氧这一边 而远离的氢 好 当你的电子均匀的分布 那电荷就变成 你跟我一样都是带电子 我们就没有谁比较偏正电 没有谁比较偏负电 但是如果现在电子 但是如果现在电子往氧这边 氧元素这边拉过来了 会发生什么事呢 你的氧这边会微微的带负电 那氢呢 会微微的带正电 好 我现在写这个符号了 念起来叫partial 就是部分 partial 部分正 部分负 好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水 这个水分子 这边是氧 这边是氢 这是氢 氧这一端 微微的带负电 氢那一端 微微的带正电 那你不就出现了这个分子上 出现了电荷的方向性吗 好 这边画个箭头 就是这边叫做负电端 这边叫做正电端 好 这样子的分子 你的电子分布不均匀 而产生一端比较偏正电 另一端比较偏负电 我们就说你出现了电荷上的方向性 这边就是正电端 这边就是负电端 是不是电荷出现方向啊 右边为正 左边为负 出现方向性了 好 方向性的这个概念 就是极性的意思 极性就是具有方向性的意思 写在下面 方向性 好 比如说我们常说什么 太极权的太极 就是事情分阴跟阳 有阳端 有阴端 阴阳分两极 两极就是方向性 同样的我身边有正电负电 我的电荷上出现了方向性 就叫极性 好 所以基因分子的定义就很简单 因为电子分布不均匀 而产生有电荷上的方向性 这些分子全部都叫极性分子 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水分子 因为它是 七阴在这 这一端偏正电 阳在这 这一端偏负电 它具有电荷上的方向 好 那有电荷上的方向又怎样呢 极性分子有什么了不起呢 好 请看画面的右边这个 这个水的分子结构 好 我们刚刚说 阳这端微微带负电 轻这端微微带正电 这叫partial正 就部分正电 好 那阳这边是部分负 好 看到没有 有正 有负 正负就相吸了 好 那这边呢 是部分负 这边是部分正 然后正负又相吸了 好 这边是部分正 这边是部分负 正负又相吸了 所以水分子跟水分子之间 你有正电端 我有负电端 正电端 负电端 就会产生正负的吸引力 好 像这样子 因为我有吸引力 就让水分子之间 产生了作用力而连在一起 好 如果今天你这个作用力 有一端是氢 像这边有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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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贱结 就叫做氢贱 好 这个等到以后 各位在化学科 会讲得更仔细 我们生物是借用这样的概念 你的水是极星分子 极星分子就会有所谓的 正负电的方向性 那就会产生 你的负电端 跟我的正电端 会出现正负相吸 所以这些水跟水之间的 吸引力就很大 吸引力很大呢 它就互相抓住对方 而变得很稳定 因此水这个分子 它的比热比较高 它的沸点比较高 它的溶点也比较高 这些代表什么意思呢 你要改变温度 而改变你的状态 不容易 因为它稳定 重点就是两个字 它稳定了 好 如果你这个水分子 跟水分子之间 因为有作用力 造成它们互相牵制 它就变得稳定 稳定的结果就是 不容易改变温度 沸点要更高的温度 才会沸点 然后要更高的温度 才会从冰溶掉 就代表它稳定 不容易改变它的山坛 好 这是水的特质 而水这些特质 因为水又是我们 生物体内含量最多的物质 所以水这些稳定的特质 就会让我们生物的身体变得稳定 生物才有无办法 有稳定的身体 在世界上求生存 好 这是水这个分子 它的一个特别 好 水还有什么好玩的点呢 水H2O 可以轻微的解离出 氢离子跟OH- 好 这个解离度很低 我们叫5亿5000万分之一 这个解离度很低 就是大概5亿5000万的水分子 只有一个水分子 解离出氢离子跟OH- 好 可是这个氢离子跟OH- 就会直接决定改变 你的溶液中的氢离子浓度 进而改变的PH值 我们在国中 大概有介绍PH值是怎么来的 它跟氢离子跟OH浓度 OH- 就是氢氧跟离子的浓度有关的 然后举露格子等等 好 我们今天不是上话 也不讲那么多 但是你这个解离 会有办法改变你溶液中的PH值 好 我们刚刚说水因为它有急性 它有轻件 它会互相牵制 比率很大 它可以轻微解离 那轻微解离 为什么会帮忙决定了 这个溶液中的PH值呢 我们现在跟大家说明一下 好 是这样 如果今天溶液当中 有个物质叫做A好了 它可以跟氢离子结合 而变成HA 好 氢是被拿光了 好 氢被拿掉了 是不是指上OH- 这时候你的溶液就偏减 同样的 如果今天有另外一个物质 好 叫做B好了 它可以跟那个OH结合 变成BOH 就是这样子 最好是给它一个正电 A是负电 这样就可以比较专业 电荷中和 好 是不是氢 这个OH- 就拿走了 只剩下氢 那这容易就变酸 好 这样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水的轻微解离 可以帮助其他的物质 表现出PH值的变化 因为某些物质并不会解离出氢离子 但它可以把OH负拿走 然后因为水本来就有氢微解离嘛 你把OH负拿走了 只剩下H症 那这样我们的溶液就偏酸 同样的有另外一个物质 它不会解离出OH负 它却是把氢离子拿走 那留下的OH负就让容易偏减 这代表很多物质在水溶液中 可以改变PH值 是借由水可以氢微解离 这样的特性 水解离后 我再把它解离后的产物 拿走一些些 而让另外一个物质 留下比较多的比例 就会改变了氢离子的浓度 比例以及OH负浓度的比例 就直接改变了PH值了 好 这解释一下 为什么水的氢微解离 会与水溶性的PH值变化有关系 以上是水分子 好 那我们刚刚说水分子 它是基因分子 水跟水之间会有作用力 正负相吸 如果今天有另外一个分子 这个分子也是急性分子 我写在下面 这个分子 不论它是谁 它可能是蛋白质 可能是糖类 它本身也是急性分子 这个基因分子就代表 它电荷分布不均 所以就有一边偏正电 有一边偏负电 有一个部分偏负电 一部分偏正电 就会出现你的偏正电端 刚好跟水的偏负电端相吸 你的偏负电端 刚好跟水的偏正电端相吸 好 这代表什么事情呢 急性分子之间 都会产生正负相吸的现象 好 那正负相吸就代表 两个分子之间出现的作用力了 好的 如果今天呢 某个物质跟水之间产生作用力 就是这个物质溶于水了 好 作用力是两个分子之间 我们在围观上看到的 但你在聚观上看到就是 此物质跟水产生很密切的作用力 它就溶于水了 它被水抓住 而分泌到水当中 变成水溶液状态 好了 所以急性分子 就会溶于急性分子 因为急性分子之间 会有正负相吸的作用力 而水就是一种急性分子 所以水是最佳溶剂 水可以溶解 急性分子 因为急性分子之间 本来就互相可以互融 好 在化学上把这个形象叫 同性互融 好 那所以我们说清水性物质 就是水溶性的就溶于水 因为它们都是急性分子 那非急性分子就是输水性 它们就不能互相溶解 而水是急性分子 所以输水性的非急性分子 不能溶于急性分子的水 所以它就不能溶了 所以我们常说 全世界的物质可不分为水溶性跟直溶性 其实叫做水溶性跟非水溶性 或是急性分子跟非急性分子 就这样判断出来了 所以血水的时候 可以由它的化学性质来切入 它就可以解释很多 在生物细胞里面 你看到水的一些性质变化 好 以上是水的介绍 接下来我们来讲 另外一个有机养分 叫做糖类 糖类是由碳氢氧构成的 又叫碳水化物 我们在国中会说 例如说葡萄糖C16H12O6 是不是有点像是C16跟水H2O 但是有六个 所以这是碳 这是水合在一起 所以叫碳水化物 有这样的 描述 所以叫碳跟水的化物 但是我们的糖类 并不是由碳跟水合在一起的 你把碳粉末丢到水里面 不会变成糖 所以我们到高中会教你 其实碳水化物是怎么来的 碳水化物其实是二氧化碳 去形成的 那再说 糖类是我们细胞主要的能量来源 这在国中就学过了 一公克的糖可以产生四大卡的能量 它也是细胞壁的成分 糖类可分为单糖 双糖跟多糖 我们快看一下单糖的结构 单糖就是一个简单的分子结构 形成一个单体结构 像这个是我们上课学到最简单的三碳糖 就是三个碳 好 这是五个碳 这边一个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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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论是三碳还是五碳还是六碳糖 你们都是单糖 好当两个单糖像这边这个葡萄糖的这边有OH基 然后这边的果糖又有OH基 两个OH基只留下一个O 而让这个OH跟H形成水就把它合在一起 像这样的反应叫做脱水反应 我们叫脱水反应 其实脱水就是一个聚合的反应 脱水聚合 好 那反应向上就是耗掉水而分解 叫水解 往下叫脱水 往上叫水解 脱水是产生水而聚合 水解是耗掉水而分解 这样的关系在 好 那两个单糖合在一起 这就是双糖了 那如果今天是好几个单糖一直连连连连连连连在一起 就是多糖 多糖 那多糖包含了甘糖 包含了淀粉 包含了纤维素 纤维素就是植物细胞病的成分 好 以上是我们对糖类大概的粗浅介绍 其他的细节我们得到高一的课程再说 好 那接下来讲的是另外一群有机物质 叫做蛋白质 蛋白质是由氨基酸所组成的 那氨基酸总共有20种 那每个氨基酸都有氨基跟缩基 我们看下面的示意图 氨基就是这个NH2 这是氨基 缩基是COOH COOH 缩基就是酸 好 那你们也大家可以看一下说 缩基有什么 我们称为酸 缩这个字是氧跟酸 氧跟它是氧 这是酸 所以缩基的概念 就是含氧的酸 COOH是不是含氧 而它是酸 所以含氧酸就是缩基 那氨基比较简单 就是NH2 这就是氨基 好 这个分子同时含氨基 同时含缩基 缩基就是酸 那我们可以叫它氨基缩 但是缩就是酸 就直接叫它氨基酸 然后氨基酸再继续组装成蛋白质 蛋白质是体内最多的有机分子 好 那蛋白质怎么形成 是氨基酸 氨基酸之间 像这个COOH有OH NH2有H OH跟H一样形成水分子 中间形成这个新间解 这个过程仍然叫做脱水 脱去水而聚合 同样的 如果反应向上呢 就叫做耗掉水而分解 叫水解 耗水而分解 下面是脱出水而聚合 好 那形成这个键就是缩基的碳 跟氨基的氮 形成这个键 这个键叫钛键 那既然叫钛键 我有两个氨基酸核摘起 这个分子就叫双碳 那三个核摘起叫三碳 好多个核摘起就叫多碳 好 多碳呢 这个很长的氨基酸 氨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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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连起来的多碳 好 这多碳呢 经过折叠 变成三度空间结构 就是蛋白质 而蛋白质就是 具有立体结构的多碳 而它可以执行功能 因为多碳还没有立体结构 它没有功能 它必须要折叠成三度空间结构 具有功能 才可以叫蛋白质 所以蛋白质就是有功能的多碳 而多碳仍然没有功能 它是个很长的链状结构 好 以上就是蛋白质 那蛋白质组成完之后 有一个蛋白质构成细胞磨上的蛋白 变成细胞脂中的蛋白 变成皮肤毛髮肌肉中的蛋白质 这叫形成身体的构造 叫做构造性蛋白 那另外一群蛋白呢 比如说你的酵素催化反应 你的激素来提供传递讯息 血溶素来运输氧气 抗体来进行免疫反应 这是有特定生理功能的蛋白质 就叫功能蛋白 叫功能性蛋白 那蛋白质呢 一公克可以成斯达卡 但是它并不是主要的能量来源 尤其是人类 人类主要是以糖类跟脂质为 呃代谢后产生能量的来源 而不是蛋白质 好 我们刚开始说产生能量 产生能量 到底什么是能量啊 能量超中急事会跑掉啊 ATP还记得吗 能量货币 我们在那个第一章讲 细胞生理那边就提到能量货币 所以我们常说 糖类分解可以产生能量 就是产生ATP 脂质代谢分解也可以产生ATP 蛋白质代谢分解也可以产生ATP 但是我们人体细胞 ATP来源不是来自于蛋白质的分解 主要来自于糖类跟脂质的分解 而不是蛋白质 蛋白质并不是能量主要来源 好 接下来讲脂质 脂质有中性脂质 有磷脂质 有固醇类跟蜡脂 有这些类型 等到高一再说 其中中性脂质又叫三酸甘油脂 我们大概看一下它的分子结构 按到了 这个分子结构呢 就是这个分子叫甘油 一个醇基 就OHG 醇醇醇醇 三个醇基 三个碳 三个碳就是饼嘛 加以饼 好 然后有三个醇 所以我们叫它丙三醇 丙三醇就是甘油 三个醇基就是甘油 好 一个甘油跟三个脂肪酸 脂肪酸 你看这个COOH就是缩基 就是有氧酸的缩基 缩基就是酸 好 这边很长的碳裂 好几个碳 可能是二十几个 十几个都可能 好 这个分子叫脂肪酸 脂肪酸就是有酸嘛 这个酸的OH 跟这个醇基的 这个丙三醇的OH 就可以脱水 留下一个氧 而产生水 好 这边形成一个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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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形成三个间结 所以会产生三分子的水 好的 一个甘油跟三个脂肪酸 形成这个分子 就叫三酸甘油脂 这个名字好记吧 一个甘油跟三个脂肪酸 所形成的脂类分子 这叫三酸甘油脂 好 那我们就 为什么叫三酸甘油脂 用脂这个字呢 因为这个间结 叫做子间 其实现在的子 都是这样写的 这我们化学之后会讲 这个间也是子间 子间是纯基 跟缩基 中间形成的间结 就叫子间 那既然你有子间 这个分子就叫子类 这个有点被遮住了 我把它擦掉 所以我们以后到了高一会把 什么是子类 或是其他的类型 都会跟大家介绍 所以我们这边很快的补充一下就好了 好 所以现在的三酸甘油脂 都不是用这个漏字边的子的 现在新克刚都是用这个油字边的子 叫三酸甘油脂 因为它含有子间 所以它是属于子类分子 好 这个子是怎么来的 OH跟梭基合在一起 OH跟梭基所形成的间结 就叫子间了 好 这是三酸甘油脂 那磷酸甘油脂是另外一群 我们高中再讲吧 就是我把其中一个脂肪酸 改成磷酸了 那既然脂肪酸COH有酸 磷酸也有酸 磷酸的分子结构大概是长这样 它叫做H3PO4 我用红字线起来这里 它的分子结构大概是长这样 中间一个磷酸 然后这边是双剑氧 OH 好 那我们刚刚说OH跟OH 这边有OH 那另外那个顶三层有个OH 就可以留下一个氧额形成间结 所以跟刚刚的三酸甘油脂一样 可以在这边形成一个间结 在这边 我现在画这个样 好 所以其中两个间结 仍然是脂肪酸去形成 但有个间结是跟磷酸根形成的 好 这个就叫磷酸甘油脂 因为包含了磷酸 所以叫磷酸甘油脂 好 那胆固醇 固醇的长这样子 主要是 它本身没有脂肪酸结构 脂肪酸结构就是有一个 缩基以及一个长链的碳链 但是你看右边 你有看到长链的碳链吗 没有 所以固醇类是没有脂肪酸的 它可以形成我们身上的一些重要的基础 包含我们的性基础 都是固醇这一类物质转变而来的固醇类分子 那胆固醇也是我们细胞膜的成分之一 我们在高中会介绍 它来帮你稳定细胞膜 蜡子我们高中讲的比较少 它主要是在植物的叶子表面 来减少水分跟热量的散失 那动物就是逆风会产生风蜡 鲸鱼体内也有一些蜡子叫金蜡 就是蜡子 好那子质大概有这些特质 谈碳金羊 它可以形成膜 膜可以隔开不容的水溶液 因为子质是子溶性的 它就可以把水溶性隔开来 那我们刚刚之前提到 极性溶于极性 非极性溶于非极性 叫同性互融 所以这两个水 这两个水的区域被子质隔开来 就分开来了 形成隔间了 就可以区隔不同的化学反应 而脂质能量蛮高的 一公克的脂质 可以成为九大卡 这个国中提到 皮下回合皮下脂肪 又有保温跟吸震保护的功能 以上是脂质 接下来我们来讲核酸 也是大概介绍一下就好了 核酸是由核甘酸所组成 核甘酸有个五碳糖 这是五碳糖 这是寒氮碱减基 这是磷酸 这个结构我们高中会讲清楚 再由这一个叫做核甘酸 再去组装成核酸 核酸就包含DNA跟RNA了 其中DNA中文叫去氧核酸核酸 它是主要的遗传逊积成分 它能在细胞核里面 它要经由转入 才可以形成RNA 那RNA又是另外一种 叫核酸核酸 它也是核酸 所以DNA跟RNA都是核酸 那RNA就可以离开细胞核 到细胞质 在核酸体进行转移 而形成多态 多态就可以就转变成蛋白质了 好 透过基因转入跟转移 让蛋白质得以发生 得以产生 去执行它的功能 这是核酸类的分子 如何来控制蛋白质的生成 好 那以上我们就大概的 把我们的构成细胞的 这个7类分子 我们快速的介绍 其中矿物质跟维生素 高一讲的很少 我们就不太讲它了 好 那我们先到这边休息一下